出生率再創新高 内政部最近公布了出生数据 今年兔宝宝的新生额到9月底为止 已经有14万2000多位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6% 而且是国内最近12年来 出生率首度回升 今年的兔宝宝新生额可能再创新高记录 到9月底为止 已经有14万2000多位新生额出生 不过新手爸妈对政府推出的生育政策 是否提高生育意愿 反应没多热烈 根据内政部公布 今年一到九月的出生情况 比去年同期增加一万九千多人 幅度成长16% 生育率更是最近12年来首次回升 虽然内政部护政司强调 生育政策对出生率有影响 加上民国百年的数字魔力 对今年全年的出生数 上看19万很乐观 不过也有妇产科医生认为 台湾的生育率已经到谷底 现在数字反弹其实很正常 是好事一件 而经济的问题 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 政府大力鼓吹 又加上很多配套措施 对民众确实是鼓舞的效果 刚好这个是100年 也碰到这个反跳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好现象 应该要持续把这个好机会 持续的把它带领上来 明年龙年 民间享生龙子龙女的传统观念 内政部预估生育率将渴望再提升 但医师也提醒 白领阶级生育年龄大幅延后 增加生产的风险 更是严重的警讯 政府应该鼓励尽早生育 最好锁定25岁以下的族群 多下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